好 啊 还是小孩子好 一个小破玩具 就能玩得这么开心 小胖 你没事吧 漂亮阿姨 对不起 你倒是挺勇敢啊 手都摔伤了 也不哭 你爸爸告诉我 伤口都会好的 不用害怕 怎么了 刚刚才夸过你勇敢 现在就憋不住了 泡泡水没有了 没有在买呀 我爸爸工作太忙了 没空给我买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到很远的地方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太阳 那太阳 阿姨带你找泡泡水好不好 好 走 好 我去洗衣液了 好 我们现在把水洗衣液 还有白糖放在一起 然后搅拌搅拌 来 试试 好 叶香阿姨真棒 还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这有什么的 我小时候 连个泡泡机都没有 拿个绳子都能玩 好 厉害吧 对了 太阳 你怎么对这个酒店这么熟悉啊 我看大家都认识你 你还能去后厨拿东西呢 因为这是我家 我和我爸一直住在酒店里 你家 员工的孩子 又是一个小肖上器 太阿姨你认识肖上器叔叔 太阳 你家 平时肖上器叔叔都在哪里工作呀 阿姨刚刚帮你做了泡泡水 我和上器叔叔是朋友 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 带我去找他 好 我知道肖上器叔叔的办公室代码 我来过 嗯 哎 等一下 糟糕 我爸爸不让我来这里 没事 这个坏叔叔交给我来对付 我不会让你爸爸知道的 陈小姐 这边是办公局客人止步的 这儿 林副总 我是带我朋友的孩子 来找他爸爸的 你不要吓坏小朋友 不然我一定会投诉你的 确定是朋友 陈阿姨他就是我爸爸 陈小姐 你是来找肖总的吧 这连小孩子都要利用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陈阿姨刚帮我修好了泡泡机 你 听到了吧 我刚帮了你儿子一个忙 你能不能不要为难我了 肖总他不在 林总你凭什么替肖上器做决定 凭什么你认为他心里 就真的不在乎我 你对我们的过去了解多少 还是你知道我手里到底有什么 我住在你们这个破酒店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 就是为了找到他 你是打算替他拦一辈子 还是拦我一辈子 这样吧 给我十分钟 咱们在急风酒店的门口见 来 太阳 今天开不开心呀 晚上爸爸带你去这好吃的 来了 上车 好 安静带挤一下 让他带我去哪儿 这儿是我们乌苏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边有一个卖熟食的小贩 每次都多送我好几个炸丸子 还教我怎么煲汤炖猪蹄什么的 我特别好奇 像你这种大小姐 那肯定分不清楚长江豆戈斯基豆吧 菠笋 白菜 芹菜 菠菜 要不要我到刚刚那儿给你分分 莲鱼 鲤鱼 鲫鱼和草鱼 开玩笑吧 骚帐棋 也会逛这种地方 对啊 神奇人 屋檐帐气 你要是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呀 你也会来找人卖菜的 忘费时间 平时说你是赔钱货 你还不高兴 你可不打死你 混蛋 从小到大你们给过我什么 就连我费技吸引力得到的 你们都要来回 要钱没有 把我逼急了 大不了鱼死网破 你嫁给我 不就是要切断那些不好的过往 想吃当火螺啊 我不吃 脏死了 粘口骨的 你好 这个怎么来啊 食渊一根 好了 给 说了我不要 盲上吧 我有湿纸巾 一会儿给你擦手 好了 咱们这些人比你擦气 还可以 算不得了 为什么 做什么 我们要做 有事 你们要做什么 咱们这些人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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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you for yourself 好 这些人 真是有事 那你这次来 我是为了帮萧长齐的吧 你别胡说 难道萧长齐没有和你说 是我告诉她 是赵明轩害死她爸的 我一直都和她站队一遍 这件事情我知道 但你说站队 是你有意的吧 所以你才告诉萧长齐 想让她欠你一份人情 你看你这次来 说是拿着能扳倒 赵明轩的证据 但我问了你几次 你都不肯拿出来 是想让萧长齐开口求你吧 你希望她拿人手短 这样就不会撇下你 她亏欠你的 就会把你留在身边 你就有机会和她重新发展 对吗 人爱忙活这么一天 为的是我手里的东西啊 你是不是觉得 所有人都会像你一样 心里得装着 一个基层基层的活着 我忙活这一天 带你看她这座 小城的烟火器 我是想告诉你 何笑然跟萧长齐 他们能走到这一步 这不是靠着交易得来的 他们在这儿吃过的 每一顿饭 走过的每一条路 生活过的每一天 这都不是先谈好条件 想好后果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那天你说 那些花花草草啊 是粉饰太平的虚假 可你知道 这些东西在萧长齐心里 这是她最在意的真实 还是那个问题 你知道 萧长齐她为什么不肯接你 因为她绝对不会拿感情 做交易的 刚才我听太阳说 她冒冒好像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她了吧 一个被甩了的单亲爸爸 就别在这儿吃着点点 我累了 先回去吧 既然不要 watch 骨刀我 废口 椒 感谢观看